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给连累进去 回去的路上 赵浩勾着李二旦的肩膀 悄咪咪地问道 二旦哥 你是不是被仙人点画过 你咋一下就变得这么厉害了 要不你教教我呗 我不用学那些厉害的本事 你就教教我 咋得让那些黄纸突然烧起来的 比变魔术还厉害 我要是学会了以后 给小姑娘表演一下 稳定能招他们稀罕 你想学这个 就是为了招小姑娘稀罕 李二旦无语地看了一眼赵浩 赵浩头点得飞快 我到现在都是个光棍 过年都22了 连小姑娘的手都没摸过 空有一身理论经验 却无处实践 我苦啊 你从哪里学的理论经验 李二旦好奇地问道 我这有一个网址 昨晚上柱子给我发过来的 我给你分享一下 赵浩拿出来手机 按住那个网址的时候 手机飞平了 卧槽 这咋了 倒过了半天 手机中病毒了 赵浩骑着摩托车 直接去县里面修手机了 李二旦回家后 听着鸡笼里面叽叽喳喳的叫声 把那些鸡从笼子里面放了出来 看着那一天 就长了一圈的个头 跑起来很有力 围着他叽叽喳喳叫不停 这是在钥匙 撒了一些骨子在地上 回屋里咬了一盆水 把里面滴了零液 刚放到院子中间 那些小鸡连食都不吃了 跑过来围着水盆开始喝水 你们这些小东西 还挺聪明的 李二旦忍不住地笑了出来 快点长大吧 好几天都没吃肉了 喂完鸡 李二旦干脆把他们 直接就赶到了后院 后院里面种植的西红柿 现在又能摘了 有的都已经长到了一拳大 上次琉兰香带走了一批西红柿 这都几天时间过去了 到了现在都没有信 难道是卖得不好 李二旦心中正在想着这些事的时候 突然是手机响了起来 看着那上面的号码 脸上露出了笑容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刚想起刘兰香 电话就打了过来 刘姐 这几天都不打电话过来 我都快想死你了 你是想我的钱了吧 手机当中传来了 刘兰香那悦耳的声音 这几天很忙 我把你的西红柿送到了市里面 做了营养鉴定 现在我这一厢楼都快被他们给踏破门槛了 这几天正在应付他们 我都已经快到你们村口了 先给姐拿几个西红柿过来 以后我送你一个大惊喜 西红柿的营养价值 李二旦根本就不担心 他自己都吃过 那味道很独特 酸甜的感觉很开胃 吃了就忍不住想要吃第二个 这样的好东西 一旦是打出名气 根本就不愁销路 甚至都不用他提价 到时候那些想要拿货的人 自己就会把价格给炒起来 刚出门就碰到了董小刚 看到李二旦手中篮子里面拎着的 十几个西红柿 抬手就拿了一个 用手扇着风 张开大嘴 一口就咬了下去 二旦哥 咱们地里的药材 有点长得太好了 俺爹让我过来问问你 这样下去 会不会因为土地养分不够 最后都涨黄了 咦 二旦哥 你这西红柿咋 和俺家的不一样 咋着好吃呢 说着这话的时候 董小刚直接伸手 就要去篮子里面继续拿 李二旦直接就把这家伙的手 给拍开了 要是自己上后面摘 刘姐来咱们村了 在哪呢 董小刚双眼放光 见了一次刘兰香 他一直是念念不忘 快到村里了 这西红柿是给刘姐拿的 李二旦的话还没有说完 董小刚就跑进了后院 没过两分钟就出来了 怀里面捧着几十个西红柿 二旦哥你也太小气了 刘老板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拿十几个西红柿像啥样 大方点拿几十个 让刘老板多吃点 说这话的时候 董小刚比李二旦跑得更快 抱着西红柿一阵风似的 就往外面冲出去 李二旦无语地看着这家伙 干脆把篮子放在了院里 背着手迈着小四方步 朝村口溜达了过去 董小刚在村口瞧手以盼 二旦哥 刘老板咋还没过来呢 这都是你问的第六遍了 李二旦从董小刚怀里 拿了一个西红柿 这是给刘老板的 要吃你自己回去摘 看着董小刚 那一副怒绕满面的模样 李二旦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 抬手又在董小刚怀里拿了一个 你够了呀 再拿我就和你急了 这时候车开到了村口 他们这里修了路之后 村口那一大片水泥地 都被村里人用来晒粮食了 停车只能往泥地里开 刘老板咋这才刚下车 董小刚就抱着西红柿跑了过去 满脸殷勤讨好的 将西红柿递了过去 快尝尝西红柿 你路上热坏了吧 谢谢 刘老板咋拿起一个西红柿 轻轻地咬了一口 脸上露出了一副享受的神情 他上次将西红柿带回去之后 一大部分拿出去做了宣传送人 那些人在找到西红柿的美味之后 都找了回来 结果他的那些存货一天就没了 而这几天 一直是在和市里面的一些人谈合同 没有时间过来 他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红柿 这味道又这么好 然而他这一副模样 却是将旁边的董小刚给看呆了 擦擦你嘴上的哈喇子 都流到脖子上了 李二旦调侃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董小刚赶忙用袖子擦了一下嘴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刘兰湘也忍俊不住地笑了出来 又把董小刚给看呆了 看董小刚那副没出息的样 李二旦美好气到 挡着路 不想让刘姐进去了 刘姐快请 要不去我家吧 二旦哥他们家里面 破得连个板凳都没有 董小刚热情地邀请道 谢谢 我找二旦有事情要谈 董小刚将抱着的那些西红柿 都放进了车的后备箱 刘兰湘递给了他一瓶饮料 感谢他抱了这么多西红柿过来 抱着那瓶饮料 董小刚就像抱着宝贝似的 不过他也知道 李二旦和刘兰湘有事要谈 就蹲在李二旦门口等着 在房间里面 李二旦给刘兰湘倒了一碗水 没办法 家里没杯子 平时他一个人在家里 都已经是习惯了用碗喝水 去了县城好几次 都忘记了买这些日用品 刘兰湘也没有嫌弃 喝了两口水之后 这才笑着道 你就不问问我 要给你的大惊喜是什么吗 李二旦将那瘸了腿的凳子拉过来 坐在了刘兰湘的对面 肯定是西红柿大麦 而且价钱又高了 他就是猜也能猜得到 刘兰湘之前在电话里面 已经是给他提了醒 这几天忙着应付的人 肯定是想要收购西红柿的商人 你的西红柿有人出价五十 刘兰湘将碗放在桌上 想要看谈李二旦的反应 结果却看李二旦一直笑嘻嘻地看着他 对于五十这个价格 好像是没有半点的意外 嘴角勾起了一抹狡猾的笑容 再次清起红唇吐出了几个字 五十一颗 李二旦屁股底下的椅子晃了几下 要不是他反应快 椅子都得散架 刘姐 你确定说的是一颗 他知道自己的西红柿 肯定不会缺销路 之前他已经是在心里 大概地估了一个价 一斤的价格 肯定是比三十要高 毕竟西红柿这东西的产量很大 加上它的距林镇 西红柿可以说是最多两天 就能采摘上千斤 现在刘兰箱竟然告诉他 西红柿都论科来卖了 没错 就是一颗五十 不过这是那些人给我的价格 你得让刘姐从中赚点钱吧 总不能让刘姐天天替你白忙活 刘兰箱从包里面拿出了一份合同 这是我重新拟定了一份合同 我想和你合作 以后我负责来销售 你负责提供产品 李二旦拿起合同看了一眼 以前写的是独家供应 现在没有了那条规矩 只剩下了合作供应的条约 这其中写得非常明白 刘兰箱只从中间拿一层利润 而且产生的所有费用 还是全部由他来承担 要是签了这个合同 刘姐你还能赚钱吗 这个合同太好了 好的李二旦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五十一颗西红柿卖给别人 他能从中间拿四十五块钱 而刘兰箱只能拿五块 还是所有问题都帮他解决了 只管供给西红柿就行 我更看好你的未来 目前来说我可能赚不到什么钱 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肯定能给我带来一笔今天的利润 这一层利润现在看似不多 但以后可就不一定了 刘兰箱认真的说道 你才是这其中的核心 而我随时都可以换下去 我不会被利益蒙蔽了双眼 只有分得轻轻重 咱们的合作才可以长久 李二旦将合同放在了桌上 刘姐 这个合同我不能签 是不是觉得 姐给你的利润太高了 刘兰箱说这话 也只是开一个玩笑 而她的心早就已经是提了起来 她相信自己的眼光 以后李二旦绝对会使 这山沟沟里面飞出来的真笼 只有在李二旦还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她能参与进去 以后肯定也能跟得一飞冲天 我们的利润按三期分成 如果刘姐你愿意 那咱们就签合同 要是刘姐你不愿意 那就算了 我们还按以前的方式来供应 我三十块钱一斤卖给你 李二旦说着话的时候 斩钉截铁 刘姐 你是第一个收购了我的蔬菜 和你合作 我没有任何的后果之忧 我也不用担心那些乱七八糟的麻烦 利润给少了 我心里过意不去 咱们既是合作 也是朋友 听着李二旦那真诚的话语 刘兰箱心里有一抹微微的愧疚 他把李二旦想得太过于看重利益了 而李二旦现在展现出来的性格 让他此刻真正的将李二旦当成了朋友 他几乎是没有什么朋友 但是朋友 在他心中 那是可以豁出一切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咱这合同也就不用签了 以后咱们三期分成 姐就当占你便宜了 以后你想甩掉我 可就甩不掉了 刘兰箱朝着李二旦抛弃了一个妩媚的眼神 李二旦愣了愣 随后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小笑容 刘洁你不知道自己长得多漂亮吧 你这话容易让我想歪 想歪了也没关系 刘洁现在还单身 也就比你大那么几岁 你大三抱金砖 你可以考虑一下哦 董小刚在外面等得无聊了 偷偷地探进来 正好听到这话 怀中的饮料巴搭一声就掉在了地上 这声音吸引到了李二旦和刘兰箱的注意 目光转过去的时候 正好看到董小刚脸上生无可恋的表情 他这是咋了 刘兰箱疑惑地朝李二旦问道 失恋了 别管他 刘姐直接让人过来摘西红柿吧 后院的西红柿早熟了 等你卖了钱 下回过来和我分钱就行 李二旦带着刘兰箱去后院 顺便将他的计划 也和刘兰箱说了一下 从里面其他的地也都规划了出来 他这里的西红柿这一次 就干脆直接全拔了 后院就专门用来培育菜苗 而那几十亩地都会种上各种各样的蔬菜 而刘兰箱也给了李二旦提议 每一种蔬菜不要一次出货太多 物以稀为贵 因为是隔了几天的时间 这次的西红柿采摘 直接摘走了一千五百多斤 送走刘兰箱 董小刚低头搭了脑的 蹲在院子里面拿着个棍 在地上乱摸乱画 李二旦走过去 直接踢了一句 没好气地骂道 怂货 你没看出来 刘姐那是在和我开玩笑呢 我都已经有燕子了 不会和别人有其他的关系 董小刚猛地抬起头 真的 李二旦被气笑了 假的 我就知道 你肯定是在骗我 董小刚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你抢走了我的初恋 没有三平二过头 你别想让我原谅你 行 下次去县城给你带一箱回来 十二平酒换你四个初恋 李二旦笑嘻嘻地调侃道 那就把王家村的胖鸭给你 那也是俺初恋 董小刚黑黑怪笑了起来 等下次见到胖鸭 俺一定告诉他 你喜欢他 想到胖鸭那二百多斤的体重 还喜欢打声打气地说话模样 李二旦抬脚就朝着董小刚踹了过去 你小子骨头痒痒是吧 我给你松松 董小刚被踹了一脚 拍拍屁股就往外跑 声音也从外面传了进来 二旦哥 记得去俺家地看药材 俺爹还等着你呢 李二旦这才想起来 董小刚过来找他 就是因为药材地的事 不过他 还得先把小鸡撵进笼子里 他那破院门可关不住这群小鸡 最近这段时间 老董叔都一直在帮他盖房子 有了李二旦买回来的机器 药材地都是董小刚一个人在种 到药材地这边 远远地就听到了老董叔 在那里训斥董小刚 你脑袋让老母猪给撞了 这是种药材 又不是让你种老玉米棒子 你撒那么多种子干啥 看看现在这地 让你给种成啥样 我一眼看不住 你就得给我造点事出来 这得浪费多少药材种子 不就是浪费点种子吗 咱多的是老董叔你也别生气了 下次小刚自己就知道了 李二旦走过去赶忙劝着 种了几十年的地 知道种地的辛苦 每颗粮食都很珍惜 更别说是药材种子 我能不生气吗 这小败家子 把所有药材种子都给用光了 这药材可不像玉米苗 多了可以拔掉 这药材都是根连着根 这药是伤到了根 以后肯定长势不好 到时候人家不收咱们的药材 那可就都陪进去了 老董叔气不打一处来 从旁边捡了个树枝 撵着董小刚满地跑 爹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我是你亲儿子 我没你这却心眼的儿子 今天看我不抽死你 李二旦赶忙拦住了老董叔 低声悄悄地说了几句话 董小刚远远地看着这边 发现他老爹时不时看他一眼 那眼神越来越怪 竖起耳朵 也听不清一个字 好奇的心就像是猫找脑痒痒 两人说完了话 老董叔手里的树枝一丢 气横横地瞪了一眼董小刚 怂包 这次先放过你 跟着二旦好好学习 别整天就知道没脑子的上蹿下跳 看着自己老爹走后 董小刚这才赶过来 二旦哥 你和俺爹说啥了 咋感觉他看俺的目光有点怪呢 我说你喜欢王家村的胖鸭 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老董叔准备回去拎上好酒好烟 去和胖鸭他老爹提亲 听到李二旦这话 董小刚只觉得一道雷 直接劈在了他的脑袋上 当场就实话了 我就等着喝你的喜酒了 李二旦脸上 带着灿烂的小笑容 背着手在药材地的周围检查了起来 这些药在叶子有些发黄 明显的营养不良 如果没有聚灵症 种这么茂密的药材 肯定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 有聚灵症的存在 这些药材的叶子还是黄了 而且还有逐渐在枯萎的趋势 这就很不正常了 在检查了一遍之后 李二旦也没有查出具体的原因所在 或许是一个简易版的聚灵症 没有足够的灵气 来支撑这片茂密的药材地 他准备再布置一个聚灵症 看看情况 如果明天还不能得到改善 那问题就不是出在这方面 二旦哥你先看着这边 我得回去阻止俺老爹 董小刚反应过来之后 塞鸭子就往回跑 生怕回去晚了 就真会定下这么一门亲事 王家村的胖鸭比他都大三四岁 只是一直没找着婆家 他老爹要是亲自上门提亲 那就等于是羊入虎口 他却不知道 李二旦这只不过是和他开玩笑 在聚灵症布置好之后 李二旦刚准备往回走 突然是听到了一个细微的声音 猛地转头看去 发现在他身后不远处的药材 出现了慢慢地晃动 就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 隐藏在药材地里 李二旦往后退了几步 他们村子背靠大山 可不缺毒蛇 没过几秒钟 一个毛茸茸的脑袋 从里面探了出来 居然是一只小黄狗 身上还真是不少药材叶子 小黄狗摇着尾巴 跑到了李二旦的面前 在他身上嗅了嗅 尾巴摇得更加欢快了 纯黑色的眼睛 里面全是对人类的亲近 李二旦蹲下身子 将那小黄狗抱起来 毛很柔顺 只不过有些太过于瘦弱 看这样子 也就是一个月的小奶狗 那瘦弱的身体 恐怕很难在野外生存下去 看着这小家伙 那呆萌的可爱 李二旦脑中 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在世尊传承当中 有一种术法 名为点化之术 能让那些小动物变得很聪明 要是修为足够高 甚至都能给动物开启灵智 他的修为尚浅 点化之术虽然能用得出来 但却无法给这小东西开启灵智 至于能让这小东西变得多聪明 他也需要试验一下 看左右都没人 李二旦立刻双手结印 复杂的印诀 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点化印诀 按在了小黄狗的额头上 一缕金色光芒 瞬间即逝 那小黄狗的眼神变得不一样了 刚才是呆萌 而现在是灵动 仿佛小孩子那纯净的眼睛 想跟着我回去吗 小黄狗仿佛是听懂了李二旦的话 汪汪地叫了两声 你能听得懂我说话 李二旦都有些惊讶 这点化之术的厉害 歪着头盯着李二旦 仿佛是在思考李二旦的意思 过了两秒钟再次叫了一声 虽然反应慢了一些 明显是听懂了 你我相遇也算是有缘 以后就跟着我吧 就在李二旦准备带着小黄狗离开的时候 小黄狗突然是在他手中挣扎了起来 不想走 李二旦看小黄狗还在挣扎 就把他放在了地上 结果小黄狗扭头就往腰在地里面钻 李二旦也没有阻拦 既然不想跟着他走 那就算了 他也不强求 可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小黄狗的叫声 而且不是一只 是有六只 肯定是村里面那只老黄狗 在这里下了一窝 而在这时 李二旦突然发现 在那只小狗的头顶上 还粘着一片奇怪的叶子 这植物叶子 并不是他种植的那些药材 地里面出现一些杂草也正常 李二旦抬手将小黄狗头上的叶子 给摘了下去 刚准备将这片叶子扔掉 突然在脑中闪过了一道信息 这是冬黄草 而他也终于找到了 药材枯萎的原因 冬黄草只会出现在药田当中 而一株冬黄草的出现 会导致整个药田所有的药材 都慢慢地枯萎 这是将所有药材的药性 全部都给吸收了 而它的功效更是霸道 对于修炼者而言 就是提升实力的天才地宝 这几十亩田地种植的茂密药材 少说有几万猪 那可是在聚林镇的灵气滋养下成长 全部被冬黄草给吸收之后 药效更是强的可怕 李二旦拿着冬黄草的叶子 激动地对小黄狗问道 这猪草在哪里 小黄狗歪着头看着李二旦 好像是在思考李二旦话中的意思 突然摇了摇尾巴 欢快地朝着药材里面钻去 李二旦紧跟在其后 往里面走了二十多米之后 看到了一株翠绿色的植物 果然是传说当中的冬黄草 我师尊传承当中描绘的一模一样 小黄狗刚想去咬 就被李二旦拎到了一边 冬黄草对我有大用 可不能乱咬 这可是能让它的实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如果之前它只是出窥门径 那配合这株冬黄草服用之后 实力的提升就能达到登堂入室 现在还不是采摘冬黄草的最佳机会 需要等上两天 等到地里面的所有药材药效 全部都被冬黄草吸收之后 药效便会达到最高 心情喜悦之下 李二旦将几只小黄狗 全部施展了点化之数 一路上 李二旦背着手往前走着 被它点化了的那些小黄狗 一直跟在后面 李二旦走一步 它们立刻就跟上 要是李二旦停下来 那只小黄狗就都停在了李二旦后面 后面的几只小狗要是乱跑 立刻就会被它叫回来 相比之下 立刻能看出这只小黄狗的灵性 回到家里 那只小黄狗就像是没了束缚 鸡脚嘎啦都转了个遍 跑到鸡窝那边的时候 立刻是引起了一阵的鸡飞狗跳 倒是给它这安静的院子里面 增加了不少生气 都过来 你们几个小家伙 给我带来这么大的福源 给你们点好东西 李二旦咬了一些水出来 往里面滴了一滴灵液 它准备好好的培养这几只小黄狗 以后你们就是 我看家护院的中犬了 个头最大的叫大黄 个头最小的叫六黄 正在它动弄的这些小黄狗的时候 赵浩从外面跑了进来 本来还在抢水的几只小黄狗 立刻转过了头 朝着赵浩汪汪叫了起来 才一个月的小奶狗 都已经学会了呲牙咧嘴 努力地装出了一副凶狠的模样 却让人越看越喜欢 这几个小东西倒是挺好玩 二蛋哥你是从谁家要的 赵浩才走进院子 六只小黄狗立刻冲过去 摇起了它的裤腿子 还挺厉害 一边去 赵浩本来是想抬抬腿 把这些小东西都给踢开 却发现那些小黄狗咬着它的裤子 死不松口 都回来 李二蛋也只是试着招了招手 那些小黄狗却一个个地甩着尾巴 跑到了李二蛋面前 我靠 这也太灵性了 二蛋哥你送我一只呗 赵浩满脸都是羡慕 想去抱那些小黄狗 看那些小黄狗冲着它呲牙咧嘴 一副随时都会吓嘴的模样 虽然个头小 看着奶胸奶胸的 但这是带牙的东西 赵浩也只能是郁闷地缩回了手 走到水缸前面 咬了一瓢水 咕咚咕咚喝了下去之后 才用袖子擦了擦嘴 二蛋哥 你猜我刚才看到谁了 谁 李二蛋看这些小黄狗 是越看越喜欢 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句 陈冰 还有他老子陈广胜 刚才我后山转悠的时候 就看到见他们悄悄地回了村里 这爷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二蛋哥你最近注意点 说不定他们就要找你报仇 赵浩也清楚 李二蛋直接把陈冰给废了的事情 所以跑过来先给李二蛋提个醒 毕竟把人给踢成太监 这仇恨解大了 李二蛋听到这消息 心中也是有些惊讶 陈广胜这么快就被放了出来 看来他并没有被陈凯树给牵连进去 应该只是关了几天就回来了 待了没多久 赵浩就从李二蛋家里离开了 他还要带着人在村子周围巡逻 尤其是后山那边 可不能让人再把菜给偷了 下午李二蛋去了一趟许秀琴家里 给刘桂花再次用银针治疗了一番之后 狗娃子也正好放学回来了 跟着他一起回来的 还有村里面的支教老师 他们柳叶村只有一间小学校 最多也就是交到六年级 张萍是城里面来的 在柳叶村已经扎根十几年了 和李二蛋也比较熟悉 李二蛋小时候上学就是他教的 张老师 你快请坐 你咋有空来我这里了 我是有件事想要求你 张萍神色有点尴尬 当了一辈子的老师 从来没有开口求过人 李二蛋搬过来了一把椅子 他对这位老师心里很尊敬 在他们这里支教十几年 就是因为舍不得那一个又一个的孩子 要是没了他 村里那些孩子都得每天走十几里路 去乡里面上去 你可是我的老师来找我这个学生 还说啥求不求的 张老师 你有啥事就直接说 只要是我能帮上忙 肯定绝无二话 我也不是会拐弯抹角的人 那我可就直说了 张萍咬了咬牙 将心里的想法直接就说了出来 二蛋 你在大队旁边盖的新房旁边 还剩下了不少砖头水泥 你看能不能给咱们村的那几间教室翻修一下 那都是几十年前的土坯房 下个雨都往下漏水 我上学那会就是那老土坯房子 下了雨就放假 还翻修个啥 咱直接盖新的 花多少钱我都包了 李二蛋直接一口就答应下来 他就在村里面上到了六年级 上初中的时候往乡里面走 每天都得在路上走个半小时 才能从家赶到学校 放学回来又得走上半小时 才能回到家 老师替咱们全村的人谢谢你 那些孩子肯定也都会很感谢你 要谢也应该是我谢谢老师你 是你让我们村的那些孩子们 不知道少走了多少路 李二蛋这感谢也完全是真心实意 看张萍还要继续感谢他 李二蛋赶忙是转移了话题 在聊了一会之后 李二蛋送张萍到了门外 张萍拍了拍李二蛋的肩膀 二蛋老师教了这么多的学生 上学的时候就说你最调皮捣蛋 学习也最好不过你在老师心中 是最好的那一个老师以你为荣 老师你这么夸我 我可是会骄傲的 李二蛋黑黑地笑起来 想起上学那会 老师隔三差五就把他带回家吃饭 顺便还要给他补两个钟头的课 这都是满满的回忆 等到张萍离开之后 李二蛋又眼皮跳了几下 在心中推算了一番之后 抛出一枚铜钱给自己算了一挂 从挂项上面回馈出的内容 让他忍不住的眉头一皱 南方财心有缺 自己今天竟然要破财 而且还是正南方 正南方位置自己会有什么损失 心中还在疑惑的时候 突然是想到了药材地 那里的还有一株宝贝 千万马虎不得 和许秀琴打了一声招呼 让他帮忙喂喂鸡 随后就朝着药材地那边 快步地走了过去 路过董小刚家门口的时候 李二蛋把他也给叫上了 二蛋哥 这天都已经快黑了 你这是要干啥去 董小刚手里还拿着一张大饼 一边走还一边吃 李二蛋并没有告诉董小刚 自己真正的目的 就算是他说了 这家伙也不一定会信 反而是会他在开玩笑 眼珠一转 心中已经是有了主意 直接就将话题扯到了别的方面 你回去以后 老董叔有没有去给你提亲啊 说起这事 董小刚立刻是露出了满脸的忧怨 二蛋哥你忽悠俺 今天下午 俺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结果迎接俺的 就是俺娘的赶面杖 还让俺死了那条心 以后绝对不能再盯着刘老板 他准备找没人 给俺说一门亲事 董小刚没心没肺 说这话的时候 自己就先乐了 你说 俺娘会给俺找谁说亲 二蛋哥你说 咱们这村子周围十里八乡 还有那个没结婚的大姑娘 还在家 俺得重新找一个目标 好像也就胖牙了 李二蛋本来是在开玩笑 不过说完之后 好像他说的 还真是事实 董小刚嚼着大饼的嘴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就往回走 俺得回去告诉俺娘了 打光棍 也绝对不能去胖牙家里提亲 你这啥急 先跟我去一趟药材地 现在天都已经快要黑了 哪有去别人家里面 说亲是晚上去的 等明天了你再和婶子慢慢商量 两人走了没多久 就来到了药材地这边 几十亩地的药材种在这里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晚上静悄悄的 除了那区区的声音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二蛋哥 你到底要来这里找啥呀 在这里没两分钟 俺之身上都被蚊子咬了七八个包 董小刚不满地嘟囔着 去 李二蛋做了个近身的手势 把董小刚拉着蹲了下来 伸手指了指远处 有个人影正在朝这边走来 今天晚上天空星光闪烁 是个大晴天 月光洒在大地上 哪怕距离还很远 都能清晰地看到那个人的轮廓 只是看不清楚脸 董小刚三两口 将剩下的最后一点大饼 都给塞进了嘴里 露着袖子 口齿不清地怒道 这王八蛋 肯定不安好心 说不定都是来偷我们药材的 一会看完往死里削他 你小声点 咱们先看看 这个家伙想要干什么 李二蛋可不想天天 让人来要在地这边盯着 有人动歪主意 他得想个办法一劳永逸 让对方再也不敢来这里搞事情 那个人影在来到药材地这边的时候 还左右看了看 没有发现 躲在后面的李二蛋和董小刚 蹲下身子拿出了打火机 从怀里面掏出了一把干草 点着后 朝着药材地里面 就扔了进去 董小刚看到这一幕 直接就急了 刚准备跳起来去救火 就被李二蛋给按住了肩膀 快 着急的话 刚说出一个字 就被李二蛋捂住了嘴 李二蛋低声道 不用担心 这火烧不起来 一会你蹲在这里别动 看哥怎么收拾这家伙 让他后半辈子想起这里就尿裤子 看董小刚情绪稳定了下来 没有冲动的念头了 李二蛋这才松开他 然后猫着腰进入了药材地 这里的药材都已经长到了膝盖高的位置 周围还有郁郁葱葱的灌木丛 人在里面猫着腰走 根本就发现不了 李二蛋绕到了那个人影的后面 从身上拿出了几张黄纸 用手指沾染了一些朱砂 在上面快速画了起来 几张符咒成形之后 摆在了那个人不远处的几个方位 随后 李二蛋拍了拍手 在距离那人影后方五六米的位置 直接就站了起来 手中掐动指掘 口中念出了赤令 南方离火大地赤令 急 随着他的手指摆动 那些燃烧在地里面的火焰 突然就像是拥有了生命一般 全部都朝着那个人影绕了过去 那人影也吓了一吊 赶忙跳起来拍打着身上的火 真他妈见鬼了 这也没刮风啊 怎么把火烧回来了 然而就在他退后一步 在抬起头的时候 突然看到面前环境大变 再也没有了什么药材地 出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坟墓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把他直接给吓呆了 愣了几秒钟之后 口中发出了一声尖叫 转头就跑 无论他如何发出的狂奔 我就是跑不出这一圈地方 李二旦摆出的是迷魂阵 当初在燕子他老爷的灵堂当中 用过一次 这个迷魂阵能迷失人的五感 勾起人心中最恐怖的画面 人影在这药材地里面点火 就是为了想要毁掉李二旦的药材 给李二旦带来巨大的损失 而这大半夜的上山 多少心里都有点害怕 他心中想什么怕什么 结果就来什么 而在外人眼中 那家伙跑得飞快 还一直在绕圈子 经常左躲右躲 就像是面前有什么障碍物一样 可是在他身前 却是什么都没有 李二旦也看清了 这人影的样子 原本他以为会是陈斌 可是他却从来没见过这家伙 他和对方应该也没有什么仇 干嘛大半夜的来烧他的药材 难道是和小刚有仇 想过去问问董小刚认不认识这家伙 结婚李二旦就发现 董小刚嘴巴张大的都能把他自己的拳头给塞进去 目瞪口呆的看着那个人影在小圈子里面疯跑 二 二旦哥 这家伙是撞鬼了吗 董小刚上下牙床子都在剧烈的碰撞 吓得腿都软了 本来他胆子就不大 也没把这是往李二旦的身上想 看到李二旦回来 双手立刻抱住了李二旦的胳膊 能明显感觉到他身上正在哆哆嗦嗦 李二旦美好气的甩开了手 嫌弃的在身上擦了擦 哥给他摆下了迷魂阵 看把你吓的 怪不得你老董叔叫你耸祸 有我在这里 你怕啥 你说这是你干的 董小刚睁大了眼睛 里面写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 李二旦都懒得和这家伙解释 直接往前走了几步 来到了迷魂阵前面 内力运转的喉结位置 喊出声的时候 可以让里面的人听到 这片药材地是本大仙的修炼场地 你居然赶回本大仙的道场 你想怎么死 听到这声音 里面到处转的人影 吓得一个跟头栽到了地上 脸摩擦在地面上 出现了十多道小血口 那人在摔倒之后 顾不得脸上身上的疼痛 趴在地上痛哭流涕地 开始磕头求饶 大仙饶命啊 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这里修炼 要不然就算是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来这里打扰你啊 那你为什么要无故烧毁这里的药材 李二旦再次大声喊道 我 我是想要报仇 在这里中药材的人是李二旦 他把俺爹给害了 让俺爹被抓了起来 昨天晚上 俺爹因为羞愧 让吊死在了里面 俺心里实在是气不过 就想要毁了他的药材 来给俺爹报仇 对方一边说一边磕头 脑袋都在地面上 磕出了红肿的印记 可就像是不知道疼一样 一张脸上充满了恐惧和害怕 你爹是什么人 李二旦早已经猜到是谁 不过他还想要确定一下 俺爹是齐有福 俺叫齐伟 齐伟毫不犹豫地 就把他爹的名字说了出来 和李二旦心动的猜测一模一样 眼珠一转 已经是有了主意 原来是那个该死的王八蛋 他德行有亏 害得人家已经成行了的孩子流产 怨念极大煞气附身 所以才会自杀上吊 你自己老子是什么模样 你心里没点避数吗 既然你是那个王八蛋的龟儿子 那你今天就死这里吧 我一个人在这里修炼 也有点寂寞 你死了正好来伺候本大仙 这话差点没把齐伟给吓死 脑袋磕在地面更加的用力 脸都被吓得扭曲了 求求大仙饶命 我再也不敢了 俺爹做了啥坏事 也和俺没有关系 俺是个好人 要不是这次气不过 俺也不会来烧李二旦的药材 俺以后肯定重新做人 天天做好事 在家里也给大仙你立长生牌 求求你饶了俺吧 看着这家伙那痛哭流涕 被吓到失禁的惊恐模样 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对齐伟这家伙并不了解 只是听说对方在外面上大学 有没有干过坏事 他也不知道 看在你给我立长生牌的份上 我就饶你一命 不过死罪可饶 活罪难逃 今天晚上 你就在这里给本大仙跳舞唱歌 要是敢停下来 你这辈子都在这里陪着我吧 齐伟愣住了 在他目中所看到的地方 周围全是坟包 要不在这种环境下唱歌跳舞 他哪唱得出来 还没有等他说什么话 李二旦从地上捡起了一个石子 直接就弹了出去 石子打在了齐伟的脑门上 疼得齐伟痛呼了一声 哪里还敢停下来 刚刚是站起来 开始又唱又跳 李二旦转头朝着旁边 一脸猛逼的董小刚笑道 你还别说 这出去上过大学的人就是不一样 唱的这歌咱都没听过 这个不好听 我想听二人转 董小刚这个时候也不怕了 朝着齐伟喊道 换到二人转听听 结果他喊完之后 发现齐伟好像压根 就没有听到他的话 又大声喊了一遍 为啥俺说的他听不见 你说的他就能听见 因为这是我摆出的阵法 董小刚像是想当什么好玩的一样 脸上憋着粘坏的笑 二旦哥 你赶快和他说 让他天亮以后去胖鸭家里提亲 要不然就弄死他 李二旦无语的瞪里眼董小刚 他是绝对不会告诉董小刚 根据这家伙的面相来看 姻缘线和胖鸭纠缠在了一起 要不然他也不会拿胖鸭和董小刚开玩笑 把这两人到一起之后可以互补 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你想把胖鸭往火坑里面推吗 上梁不正下梁歪 齐有福交出来的儿子 你觉得他能是好东西吗 胖鸭小时候也是咱俩的同学 还是咱们的好哥们 听到李二旦的教训 董小刚尴尬地摸我脑袋 那个啥 我也就是开个玩笑 我怎么能害了胖鸭啊 这时候正在里面跳着的 齐尾停了下来 好像是在看那大仙走了没有 李二旦捡起一颗石子弹了出去 打在了齐尾的脸上 一颗牙当时就被崩飞了 齐尾腾的眼泪直往下流 这次再也不敢停了 开始在原地连蹦带跳 唱得更加卖力 在这里待了没多久 李二旦便感觉没意思了 咱们回去吧 这家伙今晚上肯定不敢停 就算是给他一个教训 让他以后再也不敢来搞事 别呀 看着多热闹 咱们等会再走 那你自己看吧 停下来就拿石头砸的 但是别往前走 要不然你也得在里面转一晚上 对于李二旦的叮嘱 董小刚可不敢当耳旁风 退后了几步 找了快地方 一屁股坐下去 听着棋尾在里面唱歌跳舞 第二天一早 天才蒙蒙亮 李二旦家的房门就被拍响了 二旦 起来了没有 村口有个人在打听你 我看那小子不像傻好人 就先来通知你了 你过去看看 认不认识那小子 张老三虽然爱贪小便宜 做人也吝啬 但却很勤快 经常是天刚亮 就已经下地干活了 扛着锄头 在门口 等着李二旦出来之后 就和李二旦描述了找他那人的模样 那家伙眼睛里面全是红血丝 两个大大的黑眼窝 笑起来都吓人 李二旦也不认识这好人 不过还是朝着窗口溜达了过去 心里猜着是不是齐尾 到村口的时候 远远的李二旦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来的居然是赵廷龙 这样的很意外 尤其是看到赵廷龙的时候 那憔悴的模样 就好像是十几天没有睡过觉 那体型更是瘦了一圈 你这是怎么了 听到李二旦的声音 赵廷龙这才抬起头 看到李二旦之后 眼圈当时就红了 我家马上就破产了 二旦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实在没办法 咱们那些同学 在听到我爹出事之后 一共我也才借出来 两千多块钱 还都是咱们班寒零零借给我的 想想我这做人 还真是失败 放在十几天以前 两千块钱在他面前 连屁都不算 现在那两千块钱 就是大恩大德 此刻赵廷龙双目期待地 看着李二旦 他知道李二旦手里面 还有一块极品翡翠 但是他没有提 他不想让李二旦 误会他的意思 他只想把自己的父亲 先救出来 李二旦心中早已有了猜测 见面的第一时间 他就观看了赵廷龙的面相 灾星君命宫 煞气战神庭 这是家破人亡的面相 现在应该不只是钱的问题 你先去我那 先说你家发生了什么事 二旦 连你都不想帮我了吗 赵廷龙的声音都在颤抖 这几天 他求了太多的人 各种各样拒绝的话 他都听过了 有的人看似嘘寒问暖 把他请到家里 听他把所有事情都说完之后 就开始造成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 借钱给他 就在昨天 他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出门之后就听到了里面那大笑的声音 这是在嘲笑他的落魄 李二旦心中清楚 赵廷龙此刻的情绪很不稳定 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赵廷龙肯定也不会来找自己 这家伙平时最要面子 我那批药材熟了之后 会有几百万的进账 我可以先把钱要过来 把你的卡号给我 现在李二旦手上也没有太多的现钱 只能是准备先给龙音雪那边打一个电话 赵廷龙眼睛都红了 哽咽着道 谢谢 咱们兄弟还说什么谢谢 李二旦给龙音雪那边打了一个电话 只是说着急要用钱 挂上电话之后 龙音雪毫不犹豫地给他打了一千万过来 而这些钱直接就转到了赵廷龙的账户当中 看着手机上面收到的银行短信 提示赵廷龙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这些钱等于是他父亲的命 李二旦递了一根烟过去 平时他一个人的时候很少抽烟 现在看到自己的兄弟变成这个模样 安慰的话他不想说太多 那都是无用 现在你能和我说说怎么回事吧 最近在我们县城里面有一个水果商 弄到了一种神奇的西红柿 这种东西能治病 而且味道极好 我爸也想要这种进货渠道 结果却被人设了局 一千多万换了十几吨普通的西红柿 我爸被弃地进医院 而我爸从别人那里借的钱 现在找上门了 他们直接把我从医院给带走了 给了我三天的时间 要是不能把钱给还上 就要剁手指 一天一根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 赵廷龙身体都在微微地颤抖 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走投无路 幸亏他有一个好兄弟 可以为了他直接向你借一千万 这个恩情 他这辈子都无法还清 我跟你一起去还钱 李二旦直接将赵廷龙拉到了他的车上 现在赵廷龙这个状态 李二旦可不放心 他一个人走回去 就算是来这里找李二旦 赵廷龙也是不行走着过来的 他的车被抵押了 就连手机都被人给抢了 家里面的东西更是被搬得干干净净 而李二旦也没有想到 这事情的源头 竟然是因为自己种出来的西红柿 往县城里面开车的时候 李二旦也问了具体的事情经过 不过就连赵廷龙都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喜欢当医生 家里面的生意从来都不问 等接你爸回去之后 你们还可以东山再起 你想要的那种西红柿 我给你找货源 听到李二旦的话 赵廷龙猛地抬起了头 就算是他不太懂生意上面的事情 也知道这个西红柿意味着什么 拿出货源就等于是 拿住了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你认识那个水果商人 西红柿是我信重出来的品种 一直和一厢楼的老板合作 外面的事情都是他在管理 等你爸出来之后 我约他和你们一起见个面 看李二旦并不像是在和他开玩笑 赵廷龙脑袋翁的一声 眼中出现了悔恨 当初他和二旦巧遇的时候 二旦还提过 让自己跟着一起买水果 这我被自己当成是玩笑话 要是当初自己打听几句 哪里还有现在这样的结果 赵廷龙后悔地在自己脸上 狠狠打了一巴掌 二旦 我 想说什么 可是话在喉咙里面根本就说不出来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以后不只是西红柿 还有其他的蔬菜 我都可以给你提供足够的货 等你的生意强大起来了 就找那个坑了你爸的人报仇 我肯定不会放过那个王八蛋 车很快就开到县城里面 停在了一家茶楼门口 从外面看 这里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门口穿着服务员工作服的一个青年 在看到赵廷龙后 脸上立刻就露出了细血的表情 哟 这么快就过来了 要是没有借到钱 就不只是挨揍了 钱我已经有了 带我去见你们老大 赵廷龙咬了咬牙 并没有发作 要是换作以前 他肯定会冲动的和这个家伙打一架 经历了这几年的事情 让他的性格有了根本上的改变 再也没有之前的那种冲动 李二旦没有说话 眼中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 进去之后 他便发现了不对劲 每个包间里面都是有几个人 桌上放着麻将或者扑克牌 这是挂羊头卖狗肉 表面上是茶馆 里面却是棋牌式 而且桌上还都摆着大量的现金 来到这茶馆第三层 服务员敲了敲最里边的包间房门 里面传来了一个粗犷的声音 进来 房门被推开了 首先就能看到摆在包间最中间的那个桌子 周围坐着四个人 正在打麻将 看来我今天是要挣大钱 运气很好啊 糊了 坐在上手的那个汉子 把麻将往桌上一推 给钱 接下来老子要处理正事 晚上咱们再接着打 其他的三个人给了钱之后 有说有笑的离开了包间 李二旦和赵廷龙两人站在包间里面 那些人就像是没看到一样 而李二旦只是笑咪咪的 看着正在桌上数钱的那个壮汉 这家伙他认识 而且还有过矛盾 这人正是虎哥 上次被李二旦在小巷子里面收拾过 虎哥数完了钱 脸上洋溢着得意笑容 甩了甩那些钱 转头这才叫目光看向赵廷龙 趁着老子心情不错 告诉我你借到了多少钱 要是一分钱没有 小心我 只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眼角余光下意识地瞟到了李二旦身上 尤其是当他看到李二旦的脸上的四笑非笑表情后 话全噎在了喉咙里面 是你 虎哥呆滞的表情持续了一秒钟 脸上瞬间出现了吓人的猙獰神色 一双眼睛里面几乎能喷出火 胳膊在活动的时候 还能感觉肩膀上的隐隐作痛 嘴里面的牙齿也是他花了一万多块岸上的陶瓷甲牙 这笔账他可一直没忘 看来你还记得我对你的教育 李二旦笑咪咪的走到了虎哥的对面坐下 拿起麻将牌好奇地看了看 这东西他不会 也不知道这些人玩麻将有啥意思 虎哥牙齿都快要咬碎了 眼中恨意滔天 上次要不是因为刘大队长在 你以为你能跑得了 本来我还想等过一段时间再去收拾你 没想到你自己撞上门来了 今天咱们就心账旧账一起算 赵廷龙没想到李二旦居然会和虎哥有矛盾 看着架势 虎哥好像还在李二旦那里吃了很大的亏 现在来的可就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等于是羊入虎穴 虎哥 不管我兄弟有什么事情 我都帮他扛了 今天我这兄弟也是为了来帮我还钱 我们是欠你九百多万 这里是一千万 而且虎哥给个面子 不要再继续为难我兄弟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让老子给你面子 虎哥猛地转过头 眼中带着的怒火 几乎是要吃人 你不是想要代替他吗 我给你一个机会 先把你自己的一嘴牙敲下来 再把你自己的两条胳膊打断 然后从这里直接跳下去 我还可以考虑 赵廷龙脸色都下白了 不过还是咬了咬牙 眼中神色变得坚定 只要虎哥你放过我父亲 让我兄弟也走 我答应你的条件 这里是三层 跳下去说不定还有命在 看虎哥对二旦的恨意 如果不按照虎哥说的去做 很有可能 二旦连这个门都出不去 要不是为了帮他 二旦也不会来这里 这件事情因他而起 他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兄弟出事 哪怕就算是去死 他也敢站出来 想不到你还挺有种 把手伸出来 先让老子敲断几根手指头弯弯 虎哥直接从桌子下面 摸出了一把锤子 他心里更是暗笑赵廷龙愚蠢 竟然都已经带着钱到了他这里 钱他要了 人照样也要被他留下 赵廷龙心中一发狠 直接就把手放在了虎哥面前的桌上 紧紧地咬着牙 闭上眼睛 准备迎接那剧烈的疼痛到来 李二旦看到这一幕 心里说不感动那是假的 能有一个兄弟为自己而豁出命 这个兄弟值了 然而赵廷龙表现得越是干脆 虎哥笑得就越是猙獰 目光转向了李二旦 脸上露出了一抹畅快的笑容 看到了吗 为你豁出命的好兄弟 现在我要开始折磨他了 我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 老子是怎么玩死他的 原本他以为能从李二旦的脸上 看到愤怒的模样 结果就发现 李二旦一直是笑眯眯地看着他 心中怒火更盛 抡起了锤子 朝着赵廷龙的手指 狠狠地砸了过去 就在锤子快要砸中赵廷龙手指的时候 虎哥突然感觉一股大力传来 人被带着往前一趴 手中的锤子也不翼而飞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感觉自己下巴猛地传来了钻心的剧痛 锤子已经到了李二旦手中 游下朝上 狠狠地砸在了虎哥的下巴上 将人砸的仰面倒摔了出去 在这落到地上的时候 这里面的鲜血直接就冒了出来 嘴里的牙齿在虎哥张开的时候 掉落了一大半 李二旦拎着锤子走到了虎哥的面前 看了这一锤还不够彻底 你的满嘴牙还没有被打掉 甩着发晕的脑袋 虎哥从地上爬了起来 看到李二旦那细血的眼神 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后背顶在窗户玻璃上 你他们知道我有多少兄弟在这里吗 你这是在找死 不相信是吧 李二旦手中锤子抡出 直接砸在了虎哥的脸上 出手的时候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力道 不会把虎哥给砸死 还能把虎哥的牙齿给敲下来 虎哥疼得鼻涕眼泪瞬间往下掉 捂着嘴蹲在了地上 几颗带血的后槽牙落在了他的手上 这是他前几天刚刚从医院里面装的陶瓷甲牙 现在又被打掉了 心中的怒火 在这一刻如同是火山爆发的一般 他知道自己一个人 肯定不是李二旦的对手 忍着牙床子上面传来的钻心剧痛 颤抖着手拿出了手机 快速地拨出一个号码 所有人都给我来三楼 老子被人给打了 这声音几乎都是吼出来的 李二旦没有阻止他 上次在巷子里面 这家伙被他揍了一顿 当时如果不是刘大队长来了 这家伙明显还要找人再继续报复 这次他要让虎哥连报复的念头都不敢有 像这种道上的人 他可不会有半点留情 从赵廷龙的事情当中 他就可以看得出来 虎哥这种货色 都不知道干过多少类似的事情 二旦 趁着他的手下还没过来 你还是赶快跑吧 赵廷龙也被吓到了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李二旦这么狠的时候 都反应过来的时候 李二旦早已经将虎哥打得满脸鲜血 知道这次完了 只能劝李二旦赶快跑 自己打不了 就是把命给搭进去 而且他还不一定真的会出事 钱在他的手里 只要不给虎哥 他就还有机会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老子要活寡了你这个王八蛋 虎哥气急败坏地在那里吼着 因为没了牙齿 说话都在跑风 李二旦把手搭在了赵廷龙的肩膀上面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小笑容 有我在 你只需要鼓掌叫好就行 他来多少人 我也都给他收拾了 赵廷龙被李二旦那轻松的笑容给感染了 心中也涌起了一股豪气 想起了上学那会 两个人面对一群混混的时候 谁都没退一步 哪怕最后被打得鼻青脸肿 也觉得心里无比畅快 今日以来的憋屈 彷徨和愤怒都交织在一起 赵廷龙彻底地爆发了 从旁边抽出了一根高尔夫球杆 狠声说道 那咱们兄弟 今天就在这里和他们干一架 弄死一个 咱就赚了 这就对了 男人怎么能耸呢 李二旦重重地拍了拍赵廷龙的肩膀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趁他那些小弟还没过来 狠狠地揍他一顿出出气 给你们家设局的人就是他 虎哥面向李二旦 刚才就看过了 财路工上落横文 代表着有不易之才进账 就算这件事情 不是虎哥在幕后操纵 他也和这件事情脱不了关系 赵廷龙拎着高尔夫球杆 往前走了几步 抡起来就朝着虎哥的身上 狠狠地敲了过去 长这么大 除了在初中的时候 跟着李二旦 经常和那些小混混打架 赵廷龙很少和人 真的发生完命的冲突 下手的时候也没敢吵着 要还是没打 要不然他一个医生 这一杆子下去 就能让虎哥直接盖白布 虎哥腰上面敲了一下 疼得他熬的一声叫 气急败坏地朝着赵廷龙威胁道 你他们不想让你爹活着了是吧 连你也敢对我动手 不提这是还好 提起来之后 赵廷龙手中高尔夫球杆 连续几次抽打了过去 他又不是傻子 怎能看不出来虎哥眼中的恨意 就算是他什么都不做 虎哥照样不会放过他和父亲 在虎哥的鬼哭狼嚎的声音当中 外面传来了一阵的脚步声 听得动静人还不少 此刻赵廷龙眼睛都红了 根本就没有听到这些声音 李二旦嘴角勾起了一抹微微的弧度 直接走出了办公室 顺便把房门轻轻地带上了 外面的走廊冲过来了一群人 密密麻麻的根本看不到有多少 人头攒动地朝着这边跑了过来 拎着那小铁锤 朝着那些人勾了勾手指 你们来呀 那些人本以为李二旦看到他们这么多人 就算不怂也肯定会脸色紧张 可却没想到居然会遭到李二旦的挑衅 愣是愣住了 所有人都怒了 手中拎着的钢管直接举起 嚎叫着朝李二旦就冲了过来 噼里啪啦的声音在走廊当中响起 李二旦手中那个小铁锤砖砸人的关节 凡是被他砸中的那些人 就没有一个能再爬起来 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在这走了当中尽是鬼哭狼嚎 只剩下最后几个人还能站着 李二旦擦了一下 脸上见到了一滴鲜血 随手摸到了墙上 笑嘻嘻地将目光看向了那几个人 这笑容看得那几个人毛骨悚然 其中有一个家伙竟然扭头就跑了 还能听到他的情绪崩溃的故事 有一个人带头 剩下的几个人恨不得爹娘 多给他们伸两条腿 正常的普通人看到现在的这一幕 恐怕也会吓得魂不守舍 走廊上面东倒西歪地躺满了人 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有的人骨头都已经刺破了皮肤 鲜血流淌了下来 那鬼哭狼嚎的惨叫声 听的人头皮发麻 李二旦回过头黑黑一笑 所有人惨叫声都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恐惧地望着李二旦 真怪 这里的房间隔音很不错 外面都快闹翻了天了 里面都没有听到多少东西 赵廷龙拎着高尔夫球杆 把他自己累得呼吱呼吱地直喘气 这时候他才发现李二旦已经不见了 微微地愣了一下之后 急忙地跑到了门口 还没等他开门 李二旦首先推门走了进来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独自一个人去应对那些家伙了呢 赵廷龙尝出了一口气 李二旦笑嘻嘻地道 我就是去外面看看 你们等着吧 我的那些兄弟来了之后 我要把你们两个人的手脚骨头都一根根打断 虎哥现在手脚都在哆嗦 衣服外面露出的皮肤 能明显地看到红肿 这都是刚才变得高尔夫球杆抽的 李二旦拿出了一根烟 递给了赵廷龙 发泄过后 心里舒服了吧 你小子也是医生 下次有气不要憋着 对身体很不好 现在唱快了 不过就是把你也给连累了 我们两个肯定打不过他的那些小弟 要是咱们出了啥事 下辈子还是兄弟 赵廷龙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他现在也是彻底地豁出去了 本来他脾气就有点冲 如果不是 他看出了虎哥绝不会放他们离开了 他也不会爆发得如此彻底 反正身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死也要先拉个垫背 李二旦将烟头丢在了地上踩灭 并没有多去解释 直接走向虎哥 你的那些小弟好像有点不靠谱 不如你先带我们去见赵叔叔 虎哥从开始的愤怒 到了现在的慌乱 他的那些小弟如果知道他出了事 绝对不可能这么半天都不过来 想到李二旦刚才出去了一趟 在他心里也冒出了一个念头 难道李二旦已经把他的那些小弟都给收拾了 他感觉这个想法很荒唐 可是除了这个理由之外 其他的根本就解释不通 赵廷龙拎着高尔夫球杆走了过来 随时准备再次开打的模样 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 虎哥哪里还敢反对 而在他心里还打着主意 自己的那些小弟还在看着赵怀远 等下去之后 他倒要看看那些小弟都死哪里去了 然而在出办公室之后 虎哥的心就落到了谷底 外面的走廊当中还能看到 有一些鲜血流下的痕迹 钢管丢了一地 那乱七八糟的模样 很像是每次打完架的场景 刚走到一楼 还没往地下室走 就看几个小弟像请神一样 扶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赵廷龙和那个中年男人 有七分相像 而这个人正是赵廷龙的父亲 赵怀远 而此刻赵怀远也有些猛 这几天 他可没少被那些人脸打带揣 可刚才那几个人 突然就是对他无比客气 就好像是把他当成亲爹一样来对待 他从那些人的眼神当中 看出了明显的慌乱和害怕 那些小弟目的很明确 想法很简单 着急把赵怀远给送出来 就是想要赶快把那个温神 给请走 简直太可怕了 这哪里是人 简直就是一个人行自走兵器 就在那些小弟 看到李二旦的时候 立刻就是见鬼一样 撒腿就跑 都特么给我回来 虎哥差点没气抽过去 朝着那边吼了一声 那些人不但没停 反而跑得更快了 李二旦在后面拍了一下 虎哥的后脑勺 看到没 你的这些小弟都看不起你 钱都给你送过来 你不要非要把人留下 说话不算数 以后还怎么当大哥 虎哥要是还没看出问题的不对 那他就是一头蠢驴了 能混到现在的位置 他也是能屈能伸 立刻站直了身子 朝着李二旦 深深的弯腰鞠躬 抬起头的时候 那鼻青脸肿的一张脸 带着诚恳的表情 大哥您教训的对 是我自己愚钝 上次我没有体会到 您教育我的精神 这次我已经明白了 您的深刻用意 您放心 我以后肯定做一个好人 说人话 李二旦美好气的 抬手就直接抽在了 虎哥的头上 虎哥双膝一软 吞了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之所以这么干脆 是因为他看到了几个小弟 在外面朝着他 手舞足蹈的比划手势 他看明白了 所有人家一块都不够 李二旦一个人打 而且下手贼狠 不是断胳膊 就是断腿 前几天他的胳膊才拆掉石膏 可不想再去医院打钢钉了 大哥 求你放过我吧 以后你就是我祖宗 你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来 给我表演一个大猩猩看看 李二旦脸上露出了 灿烂的小笑容 虎哥紧紧犹豫了一秒钟 立刻在原地又蹦又跳 学起了大猩猩 时不时还捶一下自己的胸口 这一幕 看得旁边赵怀远和赵廷龙父子 目瞪口呆 他们说 这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这可是县城里面鼎鼎有名的虎哥 此刻竟然比狗腿子还听话 表现得不错 李二旦背着手笑道 说吧 社局的人除了你之外还有谁 虎哥毫不犹豫的 就把人给卖了 是高秋毅 是他联合了几个水果批发商 一起给赵怀远下了套 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只是和他们互相利用 赵叔 是这个家伙搞的鬼吗 听到李二旦的问话 赵怀远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到现在都依旧想不起来 李二旦是谁 只以为自己儿子找来了一位贵人 没错 找我合作的人就是高秋毅 知道社局的人是谁之后 李二旦他们就离开了 虎哥从地上爬了起来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看到在地下室门口朝着这边偷望着的几个小弟 气急败坏地吼道 那温神已经被我送走了 你们还不赶快给我滚过来 几个小弟这才颤颤巍巍地陪着笑走了过来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小弟七嘴八舌地将刚才的话都形容了一遍 还不忘添油加醋 不过这次确实把李二旦形容得更加厉害 虎哥也是一阵的后怕 特么的 什么时候县城出现了这么一个温神 你们以后都给我长点记性 谁都别去招惹这温神 李二旦可不知道 他在这些人的心中已经是变成了温神 此刻他正舒服地泡在澡堂子里面 刚才大舅已经打了电话 一会要带着赵怀远和赵廷龙去见刘兰湘 这父子两个在这几天的时间内都很狼狈 如此模样去见人显得不太尊敬 自己好兄弟的家里买水果 西红柿卖得那么火 自然要拉一把自己的兄弟 学着其他人的模样 把热毛巾盖在脸上了 舒服地想着 回去以后 要不要在自己的新房子里面 也弄这么一个澡堂子 这要是到了冬天 每天带着燕子进去泡泡 那该多爽 旁边赵廷龙泡着澡睡着了 赵怀远刚准备去叫自己儿子 就被李二旦拦住了 赵叔 让他睡会吧 他这几天 情绪大起大落 精神极其疲惫 一会我们过去就行 让服务员帮忙看着点他 廷龙性子耿直 他能有你这样的好兄弟 这份运气让我都有些羡慕了 这次你救了我们父子两个 还给我们家介绍了这么好的生意 叔叔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赵怀远诚恳地望着李二旦 眼中满是感激 我和廷龙是兄弟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要是我遇到麻烦 廷龙肯定也会挺身而出 赵廷龙的母亲给赵怀远送来了一身衣服 随后开车就去了一厢楼 而刘兰箱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包间 之前李二旦在电话里面大概说了情况 西红柿都是先供应给赵怀远 等他回笼到一定资金之后再过来结账 换作别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现在那西红柿可是抢手货 谁能拿到 就能在水果商人这个圈子里面 占据最高的位置 西红柿的销售挣钱并不算多 但是却能带动的其他水果一起销售 人买东西都喜欢找熟悉的地方 赵怀远的那些门店都还还在 把西红柿铺开销售 到时候带来的生意肯定会非常火爆 就在几人谈好合作 准备举杯的时候 包间的房门突然被人敲响了 进 刘兰箱秀眉微皱 他之前就已经吩咐过服务员 不要轻易地来打扰他们 门被推开了 然而门口站着的却不是不原 而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穿着一身休闲的西装 脸上挂着微笑 那双狭长的眼睛却给人一种阴柔的感觉 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刘兰箱有一次不悦 不过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 原来是高老板 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有朋友要招待 如果有什么事情 还请高老板稍等一下 李二旦若有所思地将目光看向了赵怀远 听到高老板这几个字的时候 李二旦就已经是猜到了一些可能 赵怀远更是神色愤怒 但这也只是很短的时间 就被他隐藏起来 脸上同样是挂起了一丝微笑 他这次可是沾了李二旦的光 也算是因祸得福 只要是有这个西红柿销售在手 别说是损失一千万 哪怕就算是损失再多的钱 他也完全可以东山再起 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超越以前 高秋一面带微笑地走进了包间里面 眼神阴郁地望了一眼赵怀远 这才将目光转向刘兰箱 刘老板 冒昧地打扰 还请不要见怪 我是怕你被骗 各位粉丝朋友们好 如果觉得李二旦的故事精彩 就请为小编点点赞 表示支持 小编将不遗余力地持续更新 最精彩的故事 要想继续精彩 请按照标题顺序 开启下一集